他一天就跑走了 然後我去跟勞工局講 他也是說 不管啊 這就是你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制度上面的問題 然後我也認知到說 如果連身為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今天非常榮幸的邀請到 張教授 您在義手大學教授什麼課程 那我主要是教管理學 人力資源管理 還有組織理論 所以我本身是比較多 管理學的背景 因為一般人的認知裡面 教授他的經濟水平 還有他的知識 都是非常優秀的一個群體 那為什麼你會願意出來做 這個台灣失能者家庭 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 為什麼你會想要做協會 因為這個東西說真的是 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 社會上有很多需要的人 那也因為我看到了這些需求 所以我會願意來幫大家發聲 所以也在因緣機會之下 其實是我母親在 我在美國念博士的時候 發現的時候就已經 埃末了 那因為我在國外念書 所以變成我家只有我跟我妹妹 那像就是這典型的少子化 那沒有人照顧一個 埃末的母親怎麼辦 那第一時間我們就請了外籍看護 所以大概從2007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了這個 聘僱的流程 甚至遇到說我聘了一個外籍看護 我才從醫院重疾那邊送過來 他一天就跑走了 然後我去跟勞工局講 他也是說不管這就是你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制度上面的問題 然後我也認知到說如果連身為教授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對抗這個制度 一定有更多弱勢的人 他們甚至不知道怎麼樣去發生 兩年前我在美國當交換學者的時候 我父親的看護又逃跑了 後來這個看護其實有聯繫我 他跟我說其實他很後悔 那他當時是悟性的同鄉 然後跟他說外面的工作很好賺 一個拉一個 而且他說在台灣逃跑很好玩 所以其實也算這個看護傻 他就一路抖音就把他從我們家 一路有人接應他 然後他又派他的高速公路 他有他到的城市 那一看就知道金錢爆 他去金錢爆 不是他經過然後他不照 然後我就說這很肯定就在台中了 很好抓 然後我就報警 因為他有從我家偷錢 偷包包 警方就會說可是他沒有做什麼 太誇張的事情 所以也不能開他的GPS定位 他逃出去之後他當天無縫接軌 就到新的阿嬤家去了 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我們的制度在外勞的心裡面 是沒有任何法制的 所以他不害怕 因為你沒有任何法則 可是從他逃逸出去的當天 我們就完全面臨了照護的空窗 就馬上會有車夫來接應你 也是因為我剛好有一些朋友 然後他就看到我這樣子的外勞逃跑 然後自己照顧的這樣故事 所以這個移工逃跑的是有上新聞的 他之所以被抓到 是因為他上新聞了 阿嬤看電視的時候說 喂 你為什麼在電視上 他還說我是逃逸外勞 我們要說的就是 你有黑工市場的存在 他們還需要跑 我們的人力就是不夠 所以不要再講大話說什麼 我們如果不要他 他會跑日韓 日韓要求的是語言的人力 他要等一年到兩年 他才可以來 不像台灣 完全沒有任何要求 語言人力什麼都沒有 就拿薪水去把它吸引來 為什麼我們都知道 就移民署跟勞動部不知道 導致於台灣現在有七萬六千個逃逸外勞 逃跑他已經變成一個 利益輸送的產業鏈 他裡面是有利可圖的 不要忘了 這七萬六千個非法的外勞 他們每一筆錢 都是透過地下換會換出去的 我要領個五十萬 銀行就要問我說你要幹嘛 你黑卡都刷不過妹妹 結果 甚至你說這個醫院 有很多非法的看護 沒錯 問題是疫情期間 他們怎麼進到醫院的 我們經營醫院是不是要拿健保卡 他們可以借到同鄉的健保卡 甚至你現在去網路上 有人在賣健保卡的 現在有網紅 印尼的網紅 非手 還好他已經被抓到送出去了 他跟外籍移工說 如果你以後想要回家了 你就去印尼辦事處 他們有那個安置中心 你只要很少很少的錢 他就送你回去了 那個印尼網紅在這 非手 印尼網紅移工 在台過超爽 犯法卻不繳罰金 背名牌包 開賓室奢華生活鋪 你知道他更瞎的是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就透過他來呼籲外勞來打疫苗 說你來打疫苗 你就不會被抓走 這是很多 台灣現在面臨到的問題 台灣人必須要遵守法令 但他們不用 因為台灣的政府不會抓你 因為雇主哪裡沒皮條 因為你出事了 有勞團會出來挺你 會去對付雇主 你看博士做了一個圖 這個2022年全球唯一飆漲的股票 叫做逃逸外勞股 這是2022年的趨勢 這是其他前6年的 就只有這一支股票會飆漲 這個其實是把2022年 對照這10年來的圖 用這個曲線圖就很明顯了 你看我們把所有的數據抓出來 結果今年是最高的 這個是過去10年的平均 這個是今年 你看為什麼我們剛剛在開玩笑說 這個股票真的超強的 天天漲停板 13年來累計失聯了 26萬6千多人了 外勞的人權很重要 可是台灣人民也很重要 我們的人權也很重要 你說外勞有工作權 我們難道沒有生存權嗎 我們也有受照護權 所以我們跳出來來拯救 希望大家看到這樣的照護的困境 說實在如果你長照做的好 你社會福利做的好 我們還需要做這些事情嗎 我們要凸顯的是 這整個制度跟結構的不合理 其實這整個 是我們台灣社會需要重視的事情 而不是來懲罰我們需要的僱主 請你注意 有一天你都會遇到 今天博士要講的就是這個 所以台灣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是我們缺乏勞動力引進國 我們從頭到尾就這幾個國家在玩 現在就剩下印尼 菲律賓跟越南 然後印尼又是主要的 外籍康護的來源國 可是現在印尼的會去工廠了 因為缺工啊 可是勞動部最好笑的是什麼 他完全沒有提高我們對他們的要求 你就說家庭康護漲到2萬 然後他的招呼技巧有沒有提高 沒有 語言能力有沒有要求 沒有 現在更荒謬的是 只要逃去勞團 說你來安置我 我就不算逃逸 可是你只要沒有算逃逸 這個人一直掛在你名下 你每一天都還要繼續付他所有的就業安定基金 其實我覺得聘看護的都不應該收就業安定基金 就業安定基金的定義是什麼 在安定台灣人的就業 對吧 可是外籍康護工有搶到台灣人的工作機會嗎 沒有啊 我應該要希望說衛福部可以來接管外籍康護工 或者是機構的康護工 把它工種做完全的切割 勞動部唯一care的就是勞資爭議 他只會把它當作勞動力在管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照顧一個病人 需要什麼樣子的部分 他來之前完全都沒有在做這些訓練 就丟過來了 丟過來誰訓練 機構跟我們 訓練完之後呢 被工廠收走了 那我們之前這些我們浪費了人力 我們都快要變成教育訓練的機構了 你要不要付我錢啊 我幫你們台灣訓練這麼多人 然後送去給黑工作 所以為什麼您出來做這個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 而且非常偉大 因為台灣有太多失能者的家庭 我們只希望 我們能夠push一點點改變 push一點點改變 讓大家看到 由您精闢的這些分析 還有這些數據 讓大家知道 台灣現在社會真的面臨到 很嚴重的問題 我自己後來這個移工 不是逃逸出去了嗎 然後也被起訴了 我們到了現場地檢署 他就說你應該不用來了 因為他已經出境了 然後你也不用告他 因為他也不會回來 我們兩國是沒有邦交的 所以其實台灣在國際上的困境 也會造成我們一直被這些 被這些勞團 被國際人權團體壓著打 我們拿新加坡來講就好了 新加坡的薪水是不是比我們高 平均的所得 可是他們給外籍移工的收入 沒有我們的高耶 為什麼人家做得到 他們每個家庭 不用什麼八四兩表 只要你要 你就可以聘這個人 來幫你帶小孩打掃 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一些新加坡的人 他可以很放心的 去創造他更多的金錢 創造更多的經濟收入 然後移民署唯一人做的 其實移民署也很可憐 移民署負責抓逃逸外勞的 去處理這個標股的 是只有575個人力 你去算喔 7萬6千個人 575個人他一天要抓多少人 有可能嗎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沒有人力可以去蹲點 所以台灣有這麼多的內政問題 你看到的嗎 這些才是影響台灣人就業機會的 不是我們 所以我們不應該繳就業安定基金 該繳就業安定基金的 是這一些影響到台灣就業權利的人 這些7萬6千人應該自己繳 然後甚至他們的機票錢什麼都應該他們自己出 就應該自己出 現在是雇主出 要不然就是政府出 其實新加坡都比台灣先進這麼多的國家 他都需要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 這個跟人權跟勞工權益 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 你把它跟台灣人平等的對待 然後忽視我們缺乏勞動力的事實 你認為這個合理嗎 永遠都是懲罰我們這些人 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這一集其實最大的意義是 凸顯出一個很嚴重 而且是供需失衡 而我們的法 卻還在20年前30年前 基本上現在的勞基法跟以前 沒有什麼變動 而那個都是狗屁不通的 爛東西 該休了啦 因為不能用一個20年的東西 現在拿來用嗎 我今天每天工作那麼辛苦 回去拔屎把尿的 難道我沒有我的人權跟生存權嗎 我沒有放棄我的父母親 所以我願意照顧 可是你要給我一些support 讓我也可以去創造我的價值 不瞞你講 連我有PhD 而且是國外回來的學歷 我都曾經想過說 要不然我辭職在家照顧我爸爸好了 因為沒有人可以照顧啦 可是我知道我有社會價值 可是是你這個制度 我們沒有要檢討外勞 外勞來台灣之前都好好的 他們都很乖 可是為什麼來台灣都變了 勞團在交 朋友在交 黑工的仲介在交 所以全部懶懶就變成耐附得性了 所以台灣真的不要再用儀館虧天 我們的國際觀 是應該看全世界各國怎麼做 看看新加坡怎麼做就好啦 誰讓這個制度變這麼糟糕的 勞發屬啊 你們這個外籍勞動力管理組 你們在管理的外籍勞動力 就只有這三個國家 可以收起來了啦 如果只有這三個國家也沒有在開發 那你留在那邊幹嘛 叫外交部進來啊 你不要每個工部門彼此推諉 這個勞動部引進外勞了 逃逸的丟給移民署 丟給這575個專情隊 他們就抓不到了嘛 然後你又說 這個是照護人力 又丟給這個衛福部 但是你又開發不了任何勞動力 這個是外交部的問題 是制度導致我們人民這麼痛苦 所以制度要修正 台灣自己的人民的所得是多低 我們自己就算工作5年10年 你有辦法在台北市買一棟房子嗎 可是印尼移工可以 菲律賓移工他們回家鄉都可以自己蓋一棟房子 我們也有幫助過蠻多越南人回去蓋房子 對 其實只要有聘過外勞的都有幫助過 但是你們幫助可能不是聘外勞 不是當抗 我們是時薪一切到什麼 而且外勞酒駕我遇過我自己家人 他外勞酒駕他怎麼了 逃跑 逃跑就沒事了就不用罰他 移民署就發現說 我把這個人關到深窗長榮有什麼用 所以趕快把他放出去 有什麼樣子的司法 還在台灣訴訟的全部都放回去 因為放回去就不用浪費我們人民納稅的錢 聽起來好像很合理喔 可是這樣你不是在鼓勵這些犯法的人嗎 何居然笑我們 還說我們好窮喔 然後台灣人好傻喔 我們的善良是被利用的 你台灣說自己是法治國家 罰你個大頭鬼啊 台灣根本就是無法無天的國家 你一定要讓他們知道 他們如果可以這麼輕鬆 他當然不會尊重我們是個國家 當然啊 其實難不難 不難嘛 第一個引進足夠充足的勞工 就沒有黑工的 就沒有黑工的市場 第二個只要你跑 接運跑的就判重刑 就這麼簡單 這個事情就可以結束了 我們不用再討論 台灣就可以專心的 把我們的精力 當在拼經濟上面 台灣這30年來已經落後人家很多了 以前台灣是亞洲式小龍 現在式小蟲 哈哈哈哈 真的 謝謝博士 今天 謝謝超哥 講得非常好 讓我們有很多種不同的事 會不會被查水錶 或者是老團來罵我們 你們有怕過人家罵嗎 來啊 消毒會中 沒有啦 我們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東西 我們都是真實的呈現 這些問題是 每一個台灣人都會遇到的 我覺得看到這一集的觀眾 然後聽到博士很精闢的分析 尤其這是他親自走過的路 我覺得這是最難能可貴 我們好好的深思 有時候嘻嘻哈哈也是一集 超跑豪車也是一集 但是我覺得做這一集 真的非常有意義 把制度做好 我也可以買超跑 對 謝謝博士 謝謝 謝謝 喜歡我們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跟博士帶你看見 更好的台灣 超派